我们的父母那一波 还是追求共性的 对 他对我们的要求 比如说邻居怎么看你 你的行为准则 他就是追求共性 我们的孩子就根本觉得 没必要追求共性 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都是我们这代人 受过被碾压过 被规则碾压过 然后我们这都是 没被碾死的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也有规则 然后也是有点 好像这种学生是比较淘气 调皮捣蛋这种人 也会有这种 但是你小心脏 比较结实的就存活了 我不是后来 在耶鲁上的研究生吗 我那个申请的成绩 人家也都说 根本就别申请了 肯定不行 但是他还是要 而且还给奖学金 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看作品集 他放弃了 他不是像其他那些学生 那么 就是对成绩 考试那些要求那么高 后来上学的过程中 这个学校 他也是 他请了好多那种 各式各样的大师 这些人 在课堂上就吵架 全是大师 但是他们风格不一样 比如有现代的 有这种后现代的 谁跟谁 就是老师跟老师吵 老师 他请了全世界大师 他们要在哪个地方 没有别的大师的时候 他们都很牛那种 但是到了学校 把他们都弄在一起以后 明白了 在学生面前 吵架 他们就开始要争论 那学生就得 在这个争论中成长 我觉得特别棒 就是他就是 让你面对了 不同的这些各种角度 好的教育 不光是建筑啊 就是所有的教育 他这个环境 就应该让你成为 更极端的你自己 就是你本来 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但是你有那么一点 与众不同的那个点 一个环境 能让你把这个点 推向极致 那就是你 就特别与众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 而不是让你都训练成 一类人 对 你小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 在跟班里的同学逼迁 你那时候内心觉得 自己特别吗 觉得特别 我觉得每人都挺特别的 我觉得比如我们班 我觉得至少一半人 都是在我眼睛 就是每个都很 每个人 你都可以描述一番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可能越往后 共性的东西越多 就是小孩 其实都挺特别的 对 是 这就是 然后你作为他朋友 你总是知道 他那个特别的那些点 你的职业就要求你 去做一个特别的东西 跟你 就是下一次要跟这一次不一样 那你的这个东西 就被保留下来了 所以某种程度 还挺感谢 这个自己的职业应该 但像我们那种 也有可能是一种更残酷的 就是他要求你一种不同 但是又不允许你一种不同 就是感觉上设计上 你就应该是独特的设计 这些个性 但是实际上 在一种文化环境下 他会要求你 遵循一种模式 我就觉得咱们这种属于 小心脏比较劲大的 存活下来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 是他可能 就是我们小时候 还没有特敏感自己 就发现自己 与众不同那一点的时候 就已经被掐灭了 真的 或者他个性上 比较弱的时候 所以有可能 也是这个专业 他有点 他形成一种保护吧 就是对这样的人 我觉得你是 见识里面感觉 特别拥抱 开放 好像也不太拒绝媒体 你都愿意去跟人家聊 我本来个性就挺 我挺包容的嘛 我也想起来 我第一篇被访问的 有一个记者访问 然后最后他写了一个题目 叫马云松等着保守派专家退休 也跟你那差不多 就是我年轻 反正我熬得过你 反正你现在不认可我 就奠定了我的非主流的 他老不让我实现 因为他们都把持着这种 因为建筑就是 你不是说自己发生就完了 他还得允许你 然后批准你 然后你才能见 所以我也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批判性思维 就是这个正面讲 这挺重要的 尤其是设计和文化的东西 你要没有阻力 没有问题 你那种生命力 或者你那个发心 从哪开始 你肯定是觉得世界不够好 我们想把它变好 然后怎么 马老师 哎呀 你刚才那个侧影 特别像诗人 真的吗 哎呀 就是这儿吗 对 你早晨就是说你住这酒店 我看你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下面 你是要住在工地边还是 对这边的酒店我都住过 那边也是 就是你为了能看到自己那工地什么感受 感觉有种包工头的感觉 就是要反复验证 这房子在这是不是合适 你设计的时候完全在图纸上模型上 跟那个实际上还是不一样 哎 这个我觉得有意思 你看它旁边这家酒店 你这么住 这么住 这么住 对就在这边住 那边住 那你也改不了图纸了呀 景观设计什么这些 还是可以改的 可以调 然后里边空间 我会经常去 就工地里边 但是在最后完工前 你还是看不到全貌 反正就是靠自己的想象 然后这周边的 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 它需要你知道一个城市的气质 这个环境的 它气质是年轻人的 像这个地方 就是很多年轻人 然后科技 创新 自然 就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个气质 还有整个城市的气质 如果现在你想 就是拿下这些项目 你更愿意拿北京的 还是这种深圳 还是深圳 我都挺喜欢的 我真挺喜欢深圳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 可能我在这的工作也多了 我觉得我现在这几个建好了以后 都是对这城市的改变挺大的 都是这样的项目 然后只有这个地方 能给这样的机会 我在北京 我当然希望在北京有项目 它可能都很重要吧 但是没有这么有 改变一个城市的那种能量 因为这城市将来是什么样 就是现在的人怎么去塑造 而且就是给你这种舞台 就是太多的压力也不行 虽然很重要 就认真做 认真思考 然后全力以赴就行了 就它其实不是什么就是最好 我觉得建筑也不存在这个 对 是 它就像它就像一些我们思考和行动那个痕迹 其实 就我们想怎么 你看人以前那个山洞也住过 帐篷也住过 什么茅草屋都住过 我还住个窑洞呢 像窑洞的闪美那些 那其实就是你说那个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它就是一种人怎么生活 怎么思考 怎么看自然 它这些想法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这些建筑也是 就是我们在一个历史的那个未来人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就完了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要超越古人超越未来 一定 就我那个邻居他觉得怎么让自己的家里的平米功能变得最多 但是我觉得那个房子最重要的是光 这就是得有一个好的设计师把这两个东西都得考虑好 我就设计了一个 我真的 我设计了一个公租房 因为它全是小固形 这个房间里边的使用率啊 功能什么 就是这空间怎么好好的利用起来 就特重要 但是我当时还发现一个 就是对这些低收入人群 住这个房子 我说它的尊严是从哪来 就是说一个是社区感 一个就是阳光 阳光权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就不管你是豪宅还是一般的房子 这个阳光比如从几点到几点 我能看到外面有很好的景色 有一个很好的光线 这个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居住的这个需求 接这个公租房 你刚才的想法想实现 是不是酝酿了很久了 我接这个公租房就想 就是这种想法已经由来已久了 因为咱们你看这中国小区 我觉得就全是这种啊 其实所谓的豪宅跟那个一般的那个住宅 我觉得本质上没区别 就全是那样的楼嘛 只不过是外边材料 就是宣扬的这个这个阶级美学 是这个石头的啊 什么欧式的就觉得好像怎么着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雪是这种刺客 没有那种 他们有等的 在这种 UH 尝尼小匠 有什么 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的